中国最安逸的十座城市 越漫越美 首先排在第十位的是海口 迷人的南国海滨风光 海口作为海南的中心 虽然没有三亚那么名声在外 但其优美的环境 悠闲的慢生活节奏 吸引不少人不远千里来到这里 海口别称耶城海南省省会 总面积2285平方千米 截止2019年末 长住人口232万人 闽南明系城市之一 通行闽南与海南方言 海口地处热带 热带资源呈现多样性 是一座富有滨海自然风光的 南方滨海城市 自北宋开布以来上千年的历史 海口气候舒适宜人 生态环境一流 长年位居环境部发布的 全国168个地级以及以上城市 空气质量排名榜单之首 排在第九位的是 青岛漫步街道 吹海风 没有行色匆匆的路人 也没有飞驰的汽车 青岛的悠闲 融于欧式建筑 和当地特色的小街老邹之中 还有海边袭袭的凉风 使人心旷神移 青岛别称岛城 总面级1.12万平方千米 截止2019年末 长州人口950万人 青岛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道教发祥地 因数目繁多 四季长青而得名 1891年 新政府驻兵建制 青岛是中国帆船之都 世界啤酒之城 联合国电影之都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被誉为东方瑞士 青岛的异域建筑 种类繁多 又被称作万国建筑博览会 八道关建筑群 荣获中国最美城区村号 排在第八位的是 大连北国的明珠 大连就像镶嵌在 北方的一颗明珠 这个风景宜人的海滨城市 四地都是旅行的绝好时间 白天在海边吹吹海风 看海鸟在远处自由的觅食 晚上听的海浪 观赏名人的夜景 大连是别称槟城 总面级1.25万平方千米 截止2019年末 长州人口598万人 大连是副省级城市 计划单链市 国务院确定的 中国北方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 港口以及风景旅游城市 大连地处辽东半岛南端 黄渤海交界处 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 是重要的港口 贸易 工业 旅游城市 大连历史悠久 早在6000年以前 大连地区就得到了开发 排在第七位的是扬州 古老与现代结合 有过几度繁华 几度没落的扬州 到处充斥着历史的遗迹 古城在用它独有的方式 向每一个来往扬州的人 诉说着它的风花雪月 扬州 江苏省地级市 总面级6591平方千米 截止2019年末 长州人口 455万人 扬州是世界遗产城市 世界美食之都 世界运河之都 东亚文化之都 扬州位于江苏省中部 长江与金航大运河交汇处 犹如特殊的地理为止 使得扬州在中国古代 几乎经历了通史式的繁荣 并伴随着文化的兴盛 有江苏省陆域地理集合中心之称 有淮佐民都 逐西家处之称 又有着中国运河第一城的免域 被誉为洋一一二月亮城 排在第六位的是厦门 东方风情与西方浪漫相结合 在厦门 你可以在古浪雨 逐浪踏沙 看海上日出 也可以去一起去看流行雨的 爱丽丝顿商学院 厦门大学 看看中国最美的大学 还能品尝最地道的小吃 厦门简称夏 或露 别称露岛 总面级1700平方千米 截止2019年末 厂州人口429万人 是闽南明溪城市之一 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 港口以及风景旅游城市 厦门地处中国华东地区 福建省东南端 厦门通行闽南与厦门化 与漳州泉州 同为闽南地区的组成部分 截止2019年末 厦门外贸综合竞争力 居全国第五位 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 位居全球第14位 排在第五位的是烟台 神仙眷顾的地方 慢节奏的烟台 愜意而又活力 纯净的沙滩 蔚蓝的大海 朵朵白云从蓝天飘过 还有壮阔飘渺的日出 还有传说中 帝王采长生不老药的蓬莱阁 这些都会让人情不自禁的爱上烟台 烟台 山东省地基市 总面积 1.37万平方千米 截止2019年末 厂州人口 713万人 烟台地处中国华东地区 山东半岛东北部 东连微海 西街围方 青岛 南陵黄海 北平渤海 与辽东半岛地质 与大连隔海相望 2017年 烟台入选为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 实现全国文明城市五连贯的目标 成为山东为一 全国为二获得文明城市五连贯的地质市 2018年 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排名第24位 排在第四位的是珠海 最美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珠海的特色不在于它的名胜古迹 但来到这里之后 你会被这里每一处的风景吸引 甚至是天空都格外的明媚 细细体会 你会被这里悠闲迷人的生活所吸引 珠海广都省地质市 总面积1736平方千米 截止2019年末 长住人口202万人 珠海是珠三角中海洋面积最大 岛屿最多 海岸线最长的城市 素有百岛之士之称 珠海是广府文化的代表城市之一 是广府人走向海外重要启航地之一 也是全国唯一以整体城市景观入选 全国旅游胜地40家的城市 有着国家新颁布的幸福之城 浪漫之城的美城 2013年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 报告珠海综合排名全国第一 排在第三位的是苏州 中国文化的后院 苏州这座温婉动人的江南水乡 一首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船 那这里平添了许多色彩 到苏州就需要放慢自己的脚步 以配合它的优雅和轻易 苏州简称苏 古称孤苏 平江 江苏省地极市 总面积8657平方千米 截止2019年末 床州人口1075万人 苏州属亚六代季风海洋兴气候 四季分明 雨量充沛 苏州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有近2500年历史 是无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有人间天堂的美誉 中国私家园林的代表 苏州古典园林 和中国大运河苏州段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排在第二位的是昆明 永恒的阳光与春色 或许云南的景点太多 巴黎 丽江 西双版纳 香嘎里拉等等 把昆明的光芒掩盖了 但是昆明确实是一座 风景宜人的慢节奏城市 昆明别称春城 总面积2.15万平方千米 截止2019年末 长州人口695万人 昆明是中国面向东南亚 南亚开放的门户城市 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公元前278年 滇国建立 定都于此 765年 南昭国 驻托东城 为昆明建成之时 明末时期 南明永立政权 在昆明建都 昆明三面环山 南兵滇池 年湖风光以立 由于地处地纬高原 而形成的四季如春的气候 享有春城的美誉 最后 排在第一位的是成都 来了就不想走 走了还想来 慢是多数人对成都的评价 习惯了大城市 车水马龙的繁忙 你无法想象 成都这个大城市的生活 是如此的悠闲舒适 走在巷子里 随处可见当地人喝茶打麻将 在他们脸上 无不洋溢着幸福与悠闲 成都简称荣 总面积 1.43万平方千米 截止2019年末 长州人口 1658万人 成都别称荣臣 景臣 是四川省省会 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成都是全国十大国度 和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古属文化发祥地 境内的金沙遗址 有三千年历史 周泰王以一年成聚 二年成一 三年成都 顾名成都 汉为全国五大都会之一 唐为中国最发达工商业城市之一 史称杨一一二 北宋汴京外第二大都会 发明世界上第一种纸币 胶子 拥有杜张燕 五猴瓷 杜福草藏等名声古迹 是中国最佳旅游城市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您是中国哪个城市的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